对国民党来说 郭台铭 柯文哲都是变数 那尤其是郭台铭和柯文哲 最近这个郭柯和 好像暂时是破局了 之前是不是因为白沙屯妈祖绕境 反正两个就不太愉快一次 那最近又因为这个影片 民众党的嘲讽文宣成了导火线 因为这支影片是以这个港剧无间道 刘德华和梁朝伟在天台对决经典画面 作为素材 好像影片一开始就用郭董的头像说 给我个机会我以前没得选 我现在想当正的 那接着再以柯文哲的头又出来说 去跟我的党员说 看能不能给你当正的 对不起我是正的 结果就惹火了郭台铭 所以现在就是双方断了中断联系管道 中断了联系窗口 但所以因为我们知道 郭和柯奇两个都想要正的 然后现在又闹人家 那暂时合作是破局了 那如果说站在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非绿大联盟的角度来讲 其实也非常欢迎郭台铭加入 当抬教者的角色出钱出力 董哥 郭台铭是一个生意人 那大家看现在的态势 大概就他们这三组会出来选 民众党 国民党 还有民进党 那民众党是绝对不可能当选 甚至民众党在台湾 七十三席立委 都不会当选任的一个席字 这大家所作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单一选期两标志 总统也是单一个当选嘛 那你不是第一名其他人都叫做漏选 没有第二名第三名了 郭台铭自己很清楚 以台湾民众党实力 你怎么可能 你有可能拿到第二名很勉强了 你绝对不可能拿到第一名 那就是漏选 那漏选我没有当选 我花那么多钱来成就的是谁 成就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 不分去立委席次而已嘛 对不对 这最现实的就是这样 那我白王半天得罪一堆人 我干嘛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百分之百 不会代表台湾民众党 国民党也百分之百 不会征召一个非党员的郭台铭 郭台铭不会选 那柯文哲一定要自己选 因为他是党主席 他创了这个党 他一定想拉抬他的不分区 现在只有五席 最好人有七席八席 简单讲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难度高不高 很高 柯文哲那时候创党的时候是台北市长 他有他的能量 他现在没有那个能量嘛 那现在为什么柯文哲的票会多 因为侯友宜票少了嘛 就是简单讲就这样 侯友宜没有宣布 然后国民党也没有任何动作 大家就开始担心了 开始讲朱立伦是不是要嫌 要怎么样 哎呀 党中央都没有主张 大家回想2019年 那时候是一个怎么样情况 那时候也是外界很多声音要求 哎呀 赶快就让韩国瑜 赶快表态怎么样怎么样 就一堆声音 党中央就有点 有点天天被骂 因为他们认为说我让更多人来选 所以他开了一个巧门让沟台平回来 没想到沟台平党内出现没有赢 开始扯国民人后退 那这些最后你党主席吴敦毅就变成都要承受 但是其实那时候是众口羞羞啊 每个人都在讲话你非怎么样不然我们 非韩不投或怎么样怎么样就一堆压力过来 那变成党中央就有点被这些民粹挟持着走 那最后当然就崩盘了 那这一次变成党中央 你必须自己要有个定 为什么 以朱立伦跟侯友宜过去的共事经验 侯友宜有哪些地方欠缺朱立伦比我们台湾认的人多清楚 这个人原来就是一辈子干警察 我把他从警察大学把他找来当我的副市长 我跟他共事这么久 他缺乏哪一些优点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今天打一个团体的选战 我国民党整个团队就是要补离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你们讲两岸说何人或怎么样 那其实这些选举时候都不是问题啦 为什么 因为过去就没有在讨论这些啊 现在只是今年的氛围不一样在两岸 交流 然后马航九他们要过去 大家讨论的就比较多 那现在疫情也够了 中国大陆现在等于说 他很大的一个开放程度 很大的希望交流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选举里面 他会有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不是他故意的 而是他本来就想交流啊 那我们今天看到侯友宜 侯友宜现在 我很相信他现在跟党中央 绝对是很密切的 有一个沟通管道 我什么时候出场 那所有征召 所有征召 就是为了侯友宜一个人 铺这条路的 这个不用讲 大家很多什么 清沟人士讲东讲西 那些人有代表性吗 卢嘉诚有代表性吗 他都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了 他有代表性吗 李正浩什么 清沟人士 好好笑 李正浩能够代表 沟台平的什么 是不是 这些人都没有代表性 为什么 沟台平自己出来讲啊 沟台平还在等国民党 不用等了 我告诉你 他绝对没有 沟台平跟国民党现在 唯一的管道就是王金平 那王金平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跟国民党 高层说我有一个意见很重要你要接受 没办法 当然有感情可是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现在就是 他要融合所有在野的力量 大家就在这一集 明年2024年的1月13号票投出来 他现在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是第一招 第二个国会要勾办 那当然他现在先把国会的先把它铺成好 为什么 他认为说 侯友宜就是卡在一个新北市议会还没开议 那这个如果出来的话对他一定会有伤害 那很多人讲说 那他还有很多东西不足的 我刚刚就一再的讲 国民党是一个团队 没有人样样足的啦 对不对 你要当初国民党提名马上就 马上就懂经济吗 会比王王未懂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他有一个团队 你要用的人对 我有哪一些人是可以负责怎么样的 那就厉害啦 这个就是我们要给民众一个 一个感觉就像 蒋经狗懂的科技吗 不懂啊 可是他用了李狗鼎 你出来就有台积电啦 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要很清楚告诉大家 侯友宜的不足国民党都会把它补上 因为国民党每一样的人才都会有 跟民进党只搞台独的是不一样 那你把这东西定掉以后 现在先把立委很多地方把它摆平 因为有些地方 他可能有些人要出来选 那出来选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局域啦 口角之争 那这东西其实对党来讲 他就造成互变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媒体 很多是记者自己编的啦 自己编啦 就写党政高层 我过去很多记者也问我 聊聊天以后第二天 我讲的话就变党政高层 我以前跑国民党常常这样啊 只有我没有写大家都写了 结果我独落 那都是我的意见 你知道变成党政高层 那记者很喜欢搞这一套 因为他访问不到党政高层 他就找一个化名党政高层的人出来讲 所以这两天赵少康被修理啦 要求朱立伦 你必须要有个解释 我想这家媒体是什么来头 这家媒体跟林佳龙的关系非比寻常 他们过去这个老板叫吴世昌 就是收口案被判六年六个月 帮习永明在牵线的人 那你要如果一个媒体写这个 就是党中央都随时要出来澄清 那你疲一奔命啦 我告诉你台湾的媒体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民进党在掌控 这些媒体有一个特性 他们都在帮民进党打选战 简单讲就这样 那他只要每天放这个话 放那个话 你国民党就疲一奔命 就完全不用打选战了嘛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根本不必理会这些人 就是说现在对国民党最不利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的焦虑感一直去逼中央 就好像2019年大家很焦虑 如果韩国会不出来选 绝对选不上 大家一直去拱 那弄到最后的话变成 党内出现才公平嘛 党内出现以后就内乱了 就有人扯后腿了 就变成这样了 那本来好好的一盘棋就乱了 所以吴敦律变成要承受 但是他那时候各方的压力 媒体的氛围 含混的相逼 所有东西过程了 国民党就吃败仗了 那所以要以2019年 这个过程大家要把它放在心里 2019年民进党是有两组人 可是他们就可以把赖清德压下去 就是蔡英文继续选 即使他民调很低 也要把它搞到很高 所以他选赢了 那我们今天看国民党就说 很多蓝营的支持者 一直在放这种压力 你的路子就变成跟2019年很像 那我觉得党中央这次比较清楚 就是我不要跟你们这些人 那种民粹在那边走来走去 这样我就会摇摆 那这一次 其实大家都必须知道 就是朱立伦跟侯友宜的关系 没有外界传言说 他们都差都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朱立伦很早就定了 甚至半年前就已经定了 就是国民党只有侯友宜有可能当选 其他人一点机会都没有啦 那这是唯一的一个人选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他 我们要好好地帮他 磨筹谋他所有他所欠缺的 那来打一个团体的仗 那就好像过去 张三政被提名 大家是骂了半死 所以为什么不给柔子强 那我那时候在我们节目讲 我说全台湾最希望张三政 最希望桃园拿回来 绝对是侯友宜嘛 他是党主席 朱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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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党主席 他又是老县长 他要是丢的话 他主席就没得干了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在很多氛围之下 张三政拿下来了 而且现在民调很高 所以你就 很多东西就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那所以我觉得说 只能奉献 南京的朋友 大家稍安勿躁 你 众口羞羞 会让整个集市会很乱 然后大家 民进党那些 网金或什么 就假装是南京 下去陪着骂 朱立伦就是为私心 为什么 我不相信 为什么 他的私心 九个月以后就见真章 你难道要一辈子 被人家吐口水 没有人会这样去做盘算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只能请大家 看党中央跟 红友谊弹出一个怎样的节奏 我们顺着那个节奏走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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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